行,不叫这劲了 我猜啊,你都不用说 你要我猜行吗 就是 在你心里 这哥们应该 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啊 或者从来不骂人的,对不对 对,他有一次跟朋友还是骂人的 但是你现在发现他肯定骂人,是不是 对 什么场合下,你跟我们学学 什么就有一次 朋友就是有一次是 是吃他玩游戏的时候 他输了,好像是骂了一期接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跟朋友来家里 开party,走了以后他觉得家里 特乱,觉得这帮人也太 不注意卫生了,把我们家冷藏这乱 这感觉,我感觉他特两面三道 我感觉背后,就是说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随口说的一句,我当时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每次就在那发个没完没了的 那种,就是这个烦人那种 你今天来解决什么问题 解决就是说他现在就对我特别冷淡那种 以前说 是想让他对你热情吗 是,你觉得你是个绅士 还是个下里巴人 我感觉就是我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 你是觉得你自己是个正常人 对不对 对,那我们现在判断 比如说我的初步判断是 女生对这个男生高估值了 就是你想象了那么一个男人 他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也找不出更多的依据来 这些琐事我觉得绅士也会做 绅士脱了西装在路边 撸个串没什么 绅士忘记带钱包也很正常 这都没什么,绅士也会口出脏语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今天来就是我不知道我们俩还在不在一起 我觉得我就是说他是不是 还是不是我喜欢那个人 他跟我以前完全喜欢的不一样 我想应该不是 你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 他的名字应该叫James Bond 来,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一开始我听这个女孩抱怨的时候 那个男生不怎么说话 我在想 这不就是公主病犯了吗 韩剧看多了呀,点燃师 是吧 把这个自己想象的对方成为韩剧的男一号 所有的事情都往他身上靠 然后呢,自己眼中他自带光环 闪闪亮 那自然要追求嘛 后来回到家里发现 哦,原来卸掉偶像包袱的人都一样 这也很正常 你明白吗,姑娘 你看,我们四个老男人 穿的也都算整齐 是吧 嗯 你没见过他们私下什么样吧 惨不忍睹 为什么呢 我们在录节目 我们这叫庄吗 不是 我们这叫职业 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西服革履的 文质彬彬的 为女生身世风度 未必是庄 是说明他有比较好的教养 他知道在公众场合 应该如何去面对别人 但你如把这种职业 和这种文质彬彬的礼貌 要求他一直贯彻到家里 24小时360度无死角 那这个要求就太高 我们卸掉西服之后 我下个节目马上就把妆卸了 就把西服换了 换一生运动妆 我回家也裤衩背心 哪书放哪躺 那是我的家呀 我老婆如果因为这个 就觉得你变了 你骗我 我跟你分手 那我真无语 反过来 你在家头发也 输得这么整齐吗 刘涵 偶尔 也劈头散发 对不对 输起来嘛 对吧 所以是人啊 在外懂礼 回家随意 这都是人之常情 你如果在家 还跟外面一样 那就很无趣 如果在外面 跟在家一样 那就很无理 如果这个男人 不是一个无理又无趣的人 那你就不应该有 这么大的落差 好 我说完前半段 后半段很简单 哥们你可真够宁 你不愿意为别人 轻易地改变自己 你不愿意轻易地 为别人付出自己 你当初所有的绅士风度 是你要保持自己的颜面 你现在对他的 不屈服 也是因为你觉得 没必要 如果是这样 就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宁 很难改变 以自我为中心的话 你跟他在一块会比较累 姑娘 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你自己看着办 OK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半年 你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 半年 我觉得你现在这种状态啊 这种感知的非常正常 而现在恰恰其实 你做出的举动呢 也正常 它到底是他变了呢 还是我之前不够完全了解他 一定是后者 所有的谈恋爱的双方 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变化 就是由你 对他开始信的那些点 优势光环 慢慢地退去 你会发现 以前很多看不到 甚至于以前都是 有意识地去屏蔽掉的那些真相 只能说你现在越来越了解这个男人 他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 也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差 是时候 你该问自己 这样的男人 不是那么绅士 阳光 时尚 他也不是完全走极端的 像你说的那样 他就是一个 正正常常的 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人 你是否能接受 你原先可能看的是一本童话书 突然发现他不是 他是一个即时文学 能不能接受 所有的女孩都会面临这些情况 男人也一样 我老婆开始看上我的时候 他后来跟我说 他特别喜欢我穿正装的那个样子 以前我是外戚 他就喜欢外戚发 结果实际一接触之后 我还特别爱穿休闲 然后种种改变 都是他之前所想不到的 包括他也是 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那会儿 我记得我以前说过 他晚上睡觉 跟我出去都不卸妆的 他吓死你是吧 就是因为他想 就是把所有最完美的 那个样子留给我 但到最后呢 我们真有感情 去拿卸妆棉 老婆我请你打信 马老师 好 但是呢 当我们有了感情之后 当他觉得 这个男人 这点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有其他的优点 或者说 所有的缺点 他也能接受的时候 慢慢他也在 打开自己的包裹 你没有真正爱上这个男人 你现在只是喜欢 他之前的那些样子 当你现在走进 他内心生活的时候 包括实际跟他接触的 很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正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你想象的 那个偶像 所以你现在就决定 是不是跟这个人 一起走下去 还是说活在 你的那个偶像剧当中 还是说你去追求 继续追求你的偶像 神话 但那个我觉得是 很缥缈的 你应该 认认真真的 全全面面的去审视它 然后告诉自己 内心真实自我 他我不做太多评述 因为很多你所谓 对他的优点的标签 都取决于你的判断 很多可能不正确 包括你现在给他 贴上的那些 负面的标签 我也不相信 也是你个人的 一种感官的那种感受 但是关键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感受 如果你能接受这种感受 并且享受这种感受 就继续走下去 好吗 问问自己的感受吧 就这样 当然